迅期即将来到加上连日的豪大雨 花联市长魏嘉贤 9号的上午就特别前往了 加峰桥旁视察清淤的工程 他表示这项作业 主要是针对野溪滋留 区域排水清淤 以及杂草清除等内容 必须要确保防汛期间的排水顺畅 才能够避免积水以及淹水的情况 发生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花联市区域排水与一般排水清淤工程 从5月11号开始就在13处陆续执行 现场只见大吊车将怪手掉入河床 快速将阻碍河道顺畅的运泥等障碍物做足以清除 就是要确保水流顺畅 市长魏嘉贤在9号上午也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 来到了加峰桥旁视察承包商试作的清淤工程 他表示每次迅期来临前 花联市公所就会加强防汛作业 包刮修减路数 清沟清淤 超水站机组检测保养以及每周定期运转测试等等 其中还包刮比较少人会注意到的野溪与其滋留的清淤工作 那我们公所同等也赶在防汛期的前的一个过程里面把这些部分来做完 那今天也是看到最后一个区域在整理的部分 那我们相信如果说这13个区域整理完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在找其他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的区域在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我相信治水还有一些减少一些水患发生的工作 是我们花联市公所全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花联市公所会持续的在整个防灾 不论在抽水站的部分 我们固定会有基础的保养 在水沟的部分我们清洁队也在持续在清沟 那在区域排水的部分我们建设客 也持续的在做相关的清淤的动作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努力把防灾的工作 一起做到减灾的一个效果 花联市今年度区域排水与渔班排水清淤工程 已开口7月办理 工程总经费为229万9千元 有花联县政府补助 而这项工程预计在6月24号就会完工 为了防汛期间的安全 市长威嘉贤也呼吁乡亲可以将家门前 会阻碍水沟畅通的落叶及垃圾做清除 共同齐心协力把防灾的工作做好 才能避免措手不及的情形发生 来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徐立晴 花联市报导